乔易斯·斯科特正在创作一件艺术品 一个一个珠子地串起来 第一位叫我串珠子的老师是我的母亲 我想我大概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串珠工艺是一种非常平静 类似冥想的艺术形式 在位于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市的家中 斯科特的工作室布满了各种串珠 和其他用来搭配创造的材料 如金属 玻璃 扣子和照片 我的风格是极性的 我坐不住 所以我不能长时间地把自己困在一种形式中 斯科特没有任何特定的计划 他常常是边干边想 记性创作 他从一位印第安人那里学到了这种先人掌针技巧 用于编织多维项链和巨型墙式 这个墙式是关于费奴主义者 非洲裔美国人哈利特·塔布曼的 他曾帮助解放奴隶 我非常喜欢这种想法 那就是我可以边干边创作 而不是墨手用先人掌针制作大型工艺品的常规做法 斯科特的艺术作品通常聚焦种族主义 性别主义和刻板印象 在全世界 棕色和黑色皮肤的人很多时候都用漂白粉来淡化自己的肤色 因为他们被告知那样更加美丽 更利于找工作或者对男人更有吸引力 斯科特从他到访的国家寻找灵感 他说他周游世界的经历 令他思考那些深处殖民地的原住民的难处 这更多的是关于人们所选择的旅程 所以他们去非洲 中美和南美洲 这还关于他们一路上遇到的人 乔伊斯·斯科特的工作赢得赞美无数 他的作品在全美的各个博物馆展出 包括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艺术馆 他的创作还在继续 我继续学习新东西 创作新东西 把玩新东西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 巴尔蒂摩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 巴尔蒂摩报道